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常态 在这里我们将一同来学习印象笔记的管理 我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会使用印象笔记作为个人管理系统的一个重要工具 在使用过程中一般会遇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有效的设置文件夹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印象笔记和文件系统的关系 我这里所说的文件系统指的就是电脑里的硬盘上的文件夹 请大家看一下我的印象笔记一级分类的设置 我一共设置了八个大的目录 第一类是常用资料 接下来是家人资料,个人存档,工作存档,课件素材,经典阅读,爱好兴趣,以及收集的资料 常用资料保存了我的一些密码以及一些常用的清单 比如出去旅游的清单,出去讲课使用物品的清单 家人资料里面保存了家人的一些文本信息 比如身份证号码,试保卡的号码 这些信息可以以文本形式存在印象笔记之中 大家注意那些图片形式的,比如像驾照,像是护照 这些可以放到文件夹里面 这里所说的文件夹指的是电脑硬盘上的文件夹 因为从信息的存储角度来讲 硬盘更适合存储的一些比较大的 包括图形,包括文档,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压缩包 所以那一类文件更适合放到电脑的硬盘里面去 而不是放到印象笔记里面 这里就涉及到对工具的定位 印象笔记我对它的定位就是存储那些文字的信息 文字文章 而电脑的文件夹用来存储所有可能的资料 比如图片、压缩包、PPT、Word所有可能的资料 那这时候还会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已经在电脑里建立了一个项目的文件夹 那在印象笔记也建立了一个关于该项目的一些笔记本 那这时候该怎么管理他们的关系呢 那我个人的建议是在执行项目的时候 我们为了方便可以在印象笔记中进行编辑、进行修改 那当项目结束之后 可以把印象笔记中当时使用的一些文稿 保存到电脑文件夹中该项目的目录下面 可以保存成Word或者是其他的形式 比如PDF都可以 总之呢 电脑里文件夹该项目的信息呢 一定要是最全的 可以达到你将电脑里该文件夹下的啊 该项目的信息呢 该项目的文件呢 拷贝给你的同事 他可以获得项目的全部资料 那当我们的同事或者下属找我们要某个项目的资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手机通过网盘呢 进行快速的分享 也可以呢拿U盘直接拷贝给他 避免告诉他我的一部分资料呢 在U盘里拷贝给你 另外一部分呢 在印象笔记 我可以呢 分享给你 那这时候呢 效率就降低了很多 所以项目文件夹 电脑项目文件夹的资料呢 一定要是最全的 好 我们继续看 个人存档这个大目录呢 我保存了我这几年做个人管理的很多资料 包括了每年的年度目标 每年的晨天日记等等 此外呢 我也设置了一个工作存档的一个目录 那这里面呢 也保存了每年的一些资料 包括一些会议 包括一些项目 那么请大家注意 对于笔记本群组下面的笔记本呢 我是以年代开头的 那这样呢 我也是以时间轴的方式呢 进行管理 那当我点开某一个具体的笔记本 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呢 也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呢 进行排序 那在里面呢 我为了方便 我是直接以年月日呢 进行笔记本命名的开头 这样的话 我也可以快速知道 这个事情呢 是在哪年哪月哪日进行记录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和领导的每一次沟通 每一次工作汇报呢 都会有记录 那这样的话 可以让我快速的回顾 领导安排了哪些工作 我向领导承诺了哪些事情 我该如何改进我的工作计划 此外呢 我也设置了 课件素材 这个大的笔本群组 那这里呢 和之前所看到的 我在电脑里所设置的课程呢 基本是一致的 那当我想做一个课程的课件的时候呢 我会检视电脑文件夹里的资料 也会看一下 印象笔记里 该文件夹 应该是该笔记本下面 存了哪些资料 比如呢 我想做一个项目管理的课件 可以打开这个笔记本 然后可以看到我之前存储的很多资料 我们使用印象笔记作为很多 专题资料的收集工具呢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我们可以在手机端呢 将很多文章 尤其是呢 在微信端 将很多文章呢 保存到印象笔记 然后呢 同步到云端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呢 看到这些资料 比如呢 我这里有一个微信收集 那就是所有微信上 保存到印象笔记资料呢 都在这里 此外呢 我也设置了爱好兴趣的一个文件夹 那这里可以看到 我存储了一些主题的文章 那比如呢 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呢 我可以建一个笔记 然后呢 这个当时是我在手机上建立的 比如我到一个景点 就拍摄一张照片 写一些简要的文字 然后呢 再比如呢 我看到一些这个饭店不错 然后觉得以后可能会再来 然后也会存一些名片和一些图片 那这样当我手机上保存下这些资料之后呢 它会同步到云端 我的电脑上呢 也可以随时的去回顾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经典阅读的笔记本群速 那这里呢 我存储了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些经典资料 也包括一些读书笔记 比如我之前在多看预图上的 JTD的读书笔记 我摘录到了印象笔记之中 这样我可以快速的看一下当时笔记的一些要点 我们看到这里呢 我也存储了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些文章 比如一些名言景句 然后比如呢 四十五经 我们可以在手机的微信上呢 向印象笔记收藏 也可以在笔记本电脑上的浏览器上呢 用的是Chrome浏览器 然后呢 检藏到印象笔记 大家可以看到 检藏的时候呢 会去掉一些广告 然后呢 可以选择保存的位置 那我们呢 可以到印象笔记中对应的区域呢 找到之前检藏的所有内容 那整理来说呢 我对印象笔记的定位呢 是一个图书馆 是一个档案柜 它是用来存储资料的 那对于我来说呢 印象笔记和电脑的文件夹呢 就构成了我个人的电子类文件夹 电子类文档的管理系统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对于新一系列的材料 我们是如何依据JTD的加工处理流程图 进行处理的 首先呢 看一下收集环节 那对于使用OmicForce的朋友呢 可以通过iPhone iPad和Mac上的OmicForce呢 向收件箱中收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判断 这是什么 是否需要行动 如果不需要行动呢 有三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呢 就是删掉 它是垃圾删掉 第二个可能呢 要放到备忘录中 放到将来某事也许之中 我们可以在上下文中呢 设置3DMb 用于存放备忘录中的将来也许的事物 接下来我们看参考资料 当我们收集到一些参考资料之后呢 发现近期不使用 以后呢 可能会使用 那么去处呢 有两种 第一类呢 它是纯文本的 可以放到印象笔记里面 第二种呢 它是文件 比如是PPT 比如是一个图片 或者是一个压缩包 我们可以放到自己的电脑文件夹之中 那前面呢 也给大家讲了电脑文件夹的设置方法 那比如对于我来说呢 我收集到了项目管理的一个PPT 这个PPT呢 非常的好 我将来呢 可能会参考 那这时候呢 我就放到我的课程里面的项目管理的这个目录下面 用于今后的参考 好 我们继续看 假如我们判断了收件箱中的事物呢 它需要行动 那就需要判断是一步行动还是多步行动 如果是多步行动呢 那就要放到项目之中 那放入项目之中呢 需要看这个信息呢 它是一个提示信息 是一个组织信息 还是一个文件 比如呢 公司领导安排我们做一个项目 是举办一个客户答谢会 我们可以找到MateFiles中的项目 然后找到工作这个文件夹 然后在下面建设一个新的项目 叫做举办客户答谢会 那我的领导呢 为了让我更快的做这个项目 把去年的客户答谢会的日程安排 一个卧的文档呢 通过微信呢 发给了我 然后呢 我首先保存到了MateFiles里面 接下来呢 我在处理的时候 我认为它是 今年客户答谢会的项目的支持资料 那这时候呢 我就在我的Finder里面 就是电脑的文件夹里面 建立了一个新的项目 以我的 以我接受这个项目的开始日期为准 比如11月18号 然后呢 有一个子文件夹叫做项目支持材料 然后把这个去年的项目信息的word文档呢 就存到里面去 那我们看到 项目具体行动的拆解 以及行动监督的执行呢 是在OmicFox里面去 但项目的支持材料 比如一些图片 word文档 一些压缩包呢 是放到Finder里面去 放到电脑的文件夹里面去 那这时候呢 有一位朋友会想 那这样不是把项目的行动和项目资料呢 分开了吗 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做到不分开 比如呢 我们在项目中呢 在OmicFox中呢 可以写一个任务 叫做阅读项目的历史资料 阅读去年客户打击会的一些资料 那这样呢 等我们看到这个任务信息的时候呢 再去文件夹里面找当时的文档进行阅读 好 我们回到整体的流程 如果呢 下一步行动呢 是单步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分析 是不是可以两分钟内搞定 如果两分钟内能搞定 那就立刻执行 然后呢 在OmicFox的收件箱中呢 删除 也就是说可以点这个完成 如果不能在两分钟内搞定呢 可以判断一下 是否可以委派给他人 如果可以呢 就安排给别人 然后呢 我们把这件事情呢 放到委派他人座 或者叫做 等待他人执行的清单里面去 那这里呢 可以在上下文中 设置一个waiting for的一个上下文 我们可以定期的检查waiting for清单 看一下我们委派给他人的事情呢 他们是否按时完成 那如果你委派给他人的任务呢 非常的多 而且呢 你对某一个人 或者某些人委派任务呢 本身就很多 比如呢 你委派你手下的张经理 他需要给你做的事情呢 就达到了10件啊 20件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waiting for下面呢 设置子分类 比如下面写着是张经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等待张经理回复的事情 等他做的事情呢 有哪些 然后呢 定期的监督 好 我们继续看右侧 那对于延迟处理的事情呢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呢 就是安排到特定的日期和时间去做 那这样的事情呢 可以保存到日程表里面去 在日程表里面呢 创建一个事件 那在我们设置了omifalse 允许访问日历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omifalse的预测中 看到当日或者某一天 日程表中的事物 那对于待办事项呢 我们可以在上下文中设置不同的清单 比如议程 任何利点都可以做的事情 电话 在公司 在电脑前 外出 在家里 购物 那我目前看到的上下文呢 是JTD官方比较推荐的 也是我目前使用的 那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呢 可以做一些微小的调整 但是不建议大家 对这个上下文呢 做大幅的改动 好 接下来再补充一点 那在这里看到的项目的分类呢 包括了健康理财学习工作家庭社交娱乐 那这个分类呢 也是推荐给大家的 那把项目呢 分成这七个分类呢 可以让你获得平衡的人生 当然了 不论是上下文还是项目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 进行调整 然后呢 进行实践 总结 不断的优化 那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对于食物材料的处理流程 所使用的工具 那我之前幻灯片呢 这里没有改 应该写的是信息类材料 那正确的呢 应该是食物 那对于食物的处理呢 包括了文件框 文件夹 文件柜 垃圾桶 包括了文件和 43 folders 或者是也放到文件柜里面去 以及我们放过去 最后呢 希望大家根据以上所学的知识 构建自己完整的JTT处理系统 不仅包括信息类材料的处理 也包括食物材料的处理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课程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再见